- 啊! - 啊! - 啊! 開了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玩我們的詛咒之王 石影術奴 在上一集我們已經完成浸泡我們的玉兒 我們完全掌控了符黑會的肉體 然後我們也打贏虎杖跟真希爾 但是萬沒有可以打因為作者沒有做他 那我們這一集就是準備要跟五條物重現一場人外魔鏡新術決戰 那在跟五條物打之前 我們要先制定幾套方案 老實說 我怕會太容易耶 感覺束弄的超強的啊 在這個模組裡面 就連五條物也不是對手啊 所以呢我們就跟五條物打三遍 每一遍都用不一樣的方式 第一遍呢我們只能用符黑會的十種銀法術 第二遍只能用束弄的玉柱子 第三遍才是火力全開 全部都可以使用 這樣應該就不會有太容易的問題了吧 五條物至少可以贏一場吧 我感覺是輕輕鬆鬆啊 要破他的無下線的話 只能用十種銀法術就是靠魔虛羅嘛 然後只能用束弄的玉柱子 就是靠領域斬開跟領域斬炎 那都可以使用了第三遍就不用說了 應該是隨便打隨便贏 那我們在跟五條物打之前 先來做一些準備工作啊 我們要先暖身啦 我們先練練手 畢竟我們人被打還是挺痛的 這是上一集珍惜給我們的教訓 還有咒靈出現 給我們練手了 我們現在已經浸泡完了玉柱 我們的咒力輸出 恢復了以往的水準 是我們的全勝旗 炭造人 製造人 製造人 有珠味 我看到詛咒之王跑走了 那第二隻珠味 看來他很喜歡詛咒之王喔 獵頭 哇一下沒倒喔 他可以撐兩下 我們用個十種銀法術 我們叫虎杖 巨大化了葉 OK 前面有米格爾耶 他是跟我們完全體素膜戰鬥的 誰來打我 特克特克 不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素膜啊 然後他練練手 他旁邊會吃到一個效果耶 虛弱 虛弱是怎樣 我打不動他嗎 他還是可以的喔 他會一直跳舞耶 他頂住了耶 好怪是米格爾 我們的海外特級術師 永暢捷 全打近戰 他術士很還原喔 虛弱對方強化自己 有時候還打不到他 會不會他跳舞閃步 OK 就是沒有成就啊 少了成就的感覺 沒有狗卷疾了 沒有狗卷疾了 一把解決解決 不可以會 好賊開領域了 一把解決解決 對 我們還可以騎夜 他可以當作我們的移動工具 但這個飛的好像 飛不太動啊 那沒什麼用 雞蛋 壞箱 壞箱 還有個滿像的穿鞋 雞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漫畫的最新一畫 我們束弄了這招火焰招式 他的前面這個隱藏的字 已經正式公開了 是叫做 召開嘛 我們在等這個作者更新 把這個正方形拿掉 來用一把射太陽 炎之劍 短圈圈啊 鐵門啊 不成問題 好 主屋樓罩的地方 盔甲座 做盔甲的地方 如意棒 好醜啊 怎麼有你啊 這把打出來耶 沒一擊 你都要來 找鏡頭 起來這是主屋樓罩的家 好 前面就是我們的五條路 我們先用第一種 使用十種雲法術 消除巨大化的葉 原路 好 我們先適應他的無下線 開始適應 一下 我的葉快倒了 領域斬炎 然後我吸來洗去啦 我的四層都倒了 OK 我原路還在 我的葉倒了 神靠 適應 現在我要直接叫魔虛羅了 魔虛羅 別叫出來耶 不用 不用湧唱 這應該發虛勢 好 我們叫蠻象 來開我們的領域斬炎 魔虛羅一直追著他砍 等一下 出現了 不該出現的人啊 不該出現的人啊 怎麼有宿諾啊 滿戰鬥被攪局了 等一下 出現了 好 我們只好改日再戰了 來吧 五條路 我要先 過你的 所以我不能開斬炎 想辦法適應他的無下線 好 我們要只能用十種銀法術的話 人家都打飛了 我們有個障眼法脫兔 適應完成 開始適應 適應哪一招我都不知道 我們要頂住這段時間 讓魔虛羅適應 適應完成 又一招了 我們讓原路出來 幫我們省點咒力 好 原路回去 切一下鶴 好 開始適應他的鶴 適應完成 撿開我的斬炎了 好 看來我們可以直接把魔虛羅叫出來了 魔虛羅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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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個血 飛個血 把魔虛羅去砍他 避情越來越誇張了 不能在五條開領域 不可以會的領域是拚不過無量空數 不然我們用會的 封閉式領域關他看看好了 這樣下去好像也不會有血骨 領域展開 看來是我的贏哦 我的領域居然贏了 我只能在後面 打贏啦 我連只用10種銀法術都打贏了 這個作者好像 這樹能有點偏心喔 但是照目前的情況看來真的是這樣 五條連這樣都打不贏嗎 那後面兩個怎麼辦 我們馬上來試第二種吧 只用御儲子 好我們來試第二種吧 只能用御儲子 我們可能就得直接開領域 因為躲到樹裡啦 這也是想說嗎 直接跟他拚領域 領域展開 他沒開領域 開了 果然是贏了 這時候我就可以用術士了 完全永唱的結 燒開 五條五你還行嗎 他用虛勢了 好 他用不出來 用不出來就倒了 還掉了一件褲子 只用御儲子 就很輕鬆了 我們兩種都可以用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這次兩種術士都能用 我們先帶 魔虛羅的正法 就在我們的頭上 巨大化的夜 跟反轉速式的原路 封閉室 領域展開 封閉室 我們這次用封閉室的領域 我們這次用封閉室的領域 看一下誰會贏 到現在還在拚耶 現在看是有封閉室的領域 下我輸了 不是吧 我這個時候會輸啦 這個效果 好持續完了 我的摩虛羅還在 我剛剛有叫摩虛羅嗎 他是 自動幫我叫出來的 所以我現在應該開不了領域了對不對 喔還可以耶 他領域也被斬碎了 我們兩邊都開不了了 我再試一次 我真的我在吐血 我開不了他也開不了 開不了了之後怎麼打 也被卡在裡面 鬼葬優人 不過摩虛羅現在似乎是 基本上全部適應 我代替他適應 所以他 看來是輕鬆打 無限秩序制 看了摩虛羅倒了 沒招 看我們這次要輸囉 我只能靠 靈音斬炎 被你拼肉活了 就跟我們最後 在那一頁反轉出現之前的狀況 一模一樣 他別只差在 我沒有世界斬啊 不行還是開不出來 不行還是開不出來 我們敗在了這一次啊 我們輸在了使用封閉式啊 但我們的領域拼不過 我們兩種速式都能用 反而打輸的五條耶 不太對吧 就算沒有世界斬也不見得輸啊 不行 我們上速一把 我們對五條上速一把 時間先帶車輪 我們修羅的正法在我們的頭上 我們直接開 領域 而且是開放式了 你是擋不過我開放式領域的 又是你領域碎裂的聲音 完全友善的結 完全友善的結 阿 照開 沒錯啊 這才是結局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這個所謂的最強之戰 差距是不是有點大 在這邊 我們要說 該領域的最強之戰 是在我身上的 我身上的最強之戰 有一點人的最強之戰 我們不要記住 我看見你了 我可以看見你了 我們就這樣說 我可以看見你了 我們要看見你了 你